近日,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与深圳市公安局,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对滴滴出行,高德大车两家头部平台进行警示约谈,约谈会上三家主管部门指出,两家平台均存在涉嫌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,影响行业安全稳定的投诉与舆情,约谈要求两家平台公司要深刻检视,自身存在的问题立即整改不合规行为,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,共同营造网约车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, 一是要坚守依法合规经营底线,滴滴出行应立即兴退被通报的3517辆不合规车辆,高德打车聚合平台要督促其合作平台,立即兴退被通报的40辆不合规车辆,强化资质审核,不得向无证车辆提供运营服务,二是要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,平台要聚焦提升服务质量和安全避营水平,依靠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,优质的出行服务来赢得市场,从自身做起维护市场公平,不得利用资本低价 三是要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,平台在制定、修订价格等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,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时,要充分听取工会或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,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,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规定,做好评估与意见征求等工作,滴滴出行,高德打车平台要发挥,行业龙头企业作用,主动担当社会责任,坚守公平、诚信、自愿等原则,带头维护好各方和各方的意见, 合法权益,采取有效措施,维护行业安全稳定发展,滴滴出行,高德打车,两家平台公司,总部相关负责人均表示,将按照约谈要求,积极进行整改,及时化解矛盾问题,切实保障司机合法权益,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。